特朗普金氏害俗的首份预算案 星期二出炉后 马上就掀起千层浪 这份预算支出为4兆1000亿美元的预算案 计划对高收入者减税 提高国防支出 边境安全 其中有16亿美元 用来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围墙 兑现竞选承诺 但另一边乡却对低收入群体毫无怜悯之心 为实现在10年内削减3兆6000亿美元政府开支 降低赤字的目标 特朗普竟把大刀伸向传统社会福利 计划大幅砍去超过8000亿美元的医疗辅助保险计划 另外发放给低收入人群的食物券 也将削减1920亿美元 估计将有上千万人受到影响 在纽约市一个位于地下室的教堂 饥饿救济慈善机构City Mills on Will 每天准备500份食物 派送给18000名有需要的老弱病者 而当中有10%的预算是由政府赞助的 一旦预算停止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尽管特朗普计划削减债务的努力有目共睹 但有分析人员毫不客气地批评 这份拿穷人开刀的削减举措不尽人情 首当其冲的是赤贫和工人阶层 一旦国会真的通过这份预算案 恐怕会掀起连锁效应 对一连串的扶贫计划带来影响 此外大部分政府部门的预算 预算开支都将被大幅削减 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和环境保护局 处处显露敏感的政治意味 对此有分析师预测 议员可能会对特朗普的预算案置之不理 并会另外撰写自己的预算和开支计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